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看着这个试音了 就以试音为我了 我现在行音一破试音显现 这个试音就是我嘛 我就是试音 那么这个试音能生一些法 那么这个十二类生呢 统统都是从我这个试音里流出去的 是同一类 虽然有十二类 现在是从我这一类当中流出的十二类生 流啊 流长 从我这边流上流出去 流出去 由这个十二类生 脑筋要放灵活一点了 现在这个人的想法呀 就是把这个试音看作自己 试音就是我 那么这个试音就是一切法的本源 那么这个试出事情一切法 都是从我这个试音里面流出去的 统统都是我这里流出去的 但我就是最大 我是最低音 生圣节 生习这种殊胜的见解 认为我就是试音 试音就是能生一些法 这试出事情一些法 都是从我这里流出去的 如果生去这种邪见的话 试人之多 能非能知 我们别说是试音啦 试音也还不动啊 当然就不会了解这个事情 必定要试音都破了之后 试音先前 他会突然之间生起这种邪见 这种邪见 医生就是会堕落在能非能知 什么叫做能非能知啊 他认为 试音能生一些法 能吗 不能 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非能 他认为能生一些法 实际上非能 他这个执着是错误的 所以叫做能非能知 他认为能生一些法 实际上并不是 并非能 是并不能生一些法 生一些法呢 不是是 现在他误会了 是吧 把事看作能生一些法 所以叫做能非能知 他取了这种邪见啊 会跟谁相同啊 摩西首罗 现无边生 成熟伴侣 他会跟摩西首罗天相同 只是说他的见解跟他接近啊 不是说他成为摩西首罗天 摩西首罗是世界天的 世界天第四禅最高的那一层天 世界天最高的那一层天的天王 叫做摩西首罗 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自在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等在后面第三再说 这个大自在天啊 按照这个经论里面所说 大自在天的样子 长得什么样子啊 大自在天呢 他有三个眼睛 书上写 三目八笔啊 三个眼睛 除了我们平常这两个眼睛之外 这个二头中间啊 这中间这里有一个眼睛 三目三个眼睛 他有八个手手比棒 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啊 他一边有四个手 这里一边一排有四个手 这边有四个手 八个手 每个手都指一种的法器 他提白牛 提了一个白牛 手里主要的手拿一只白肤 哪一只佛成啊 哪一只佛成啊 这个白的 这个摩西所罗天啊 他就是认为 一体众生是他生的 下文揭说 现无边生啊 不是说摩西所罗自己 能现无量无边的身体 不是的 他这个无边生是说 这个指一体众生 他认为一切众生的身体啊 都是从他的身体生出来的 印度人一向就有这种的错误见解 佛没有出现之前 他们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都认为人是摩西所罗天生下来的 摩西所罗天生 摩西所罗天生 一些人的种族 他把 这个就是一阴生多国啊 摩西所罗天是一个阴 生下很多很多众生的国 无量众生 无量万物乃至一包正包 一阴一阴 他认为都是摩西所罗天生的 所以就是现无边生 这个无边生 并不是说摩西所罗天 现出无量无边的身体来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他看作一体众生啊 都是他身上所见出来的 他看作我们大家 通通是他生的 这么一种怪想法 所以他这种想法呀 他跟现在这个人 想破失印而还没有破 就认失印一位能生一切法 认一切法 一阵二报一切法 都是失印生的 我就是失印 那么因此他这个我呀 就跟摩西所罗天相同了 看一些众生都是他生的了 成居伴侣 就跟这个摩西所罗天 是相同的情况 同伴为虞 可以说 他的见解接近于摩西所罗天的见解 这种的见解呀 不好 根本不可能 事实不是如此 他生起这种的错误见解呀 就是迷佛菩提呀 忘失之见 本来想要成无上菩提的这个见解 想要成佛的目标啊 整个就消失了 这个正知正见也整个消灭了 是明第二立能为心 成能治国 这是在实境当中摆在第二 前面讲的第一呢 这是第二 第二建立能为心 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 认为我的失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 这个心就指这个是印 成能治国 我能成就世间一切事 都是我能生 统统都是我生下来的结果 由了我 一切所有的万法 由此都生起来了 生起这种的谁见 那么这种的见解 跟摩西楚罗天的相发就完全一样了 唯远言通 被涅槃成 这跟前面相同 生大漫天 我变远种 大漫天 就是指摩西楚罗天 摩西楚罗天的漫 这个傲慢不是够高了吗 所以是大漫 这个大漫就是摩西楚罗天 摩西楚罗天的漫心实在太高了 太严重了 他认为他能生一天 他怎么能生呢 实际上并不如此 这个世界宗教家 这一类的看法 还不止他一个 不过这个印度最古老的外道 认为摩西楚罗天能生一切法 这个大傲慢的这个情况 就是摩西楚罗 这个叫做我变远种 我指这个要破失印的人 发生这种的我见 跟摩西楚罗天相同的见解 认为他能够周变一些 原生一切 为一切万法的种子 所以叫做我便于原种 他自己认为我便于一切 我能生一切 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生出去的 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表达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失 这些法都没有 那就跟摩西楚罗天相同 认为摩西楚罗天生一切法 如果没有摩西楚罗天 一切法都不会生 那么能生一切法 就是由摩西楚罗天 这是印度古代的这种的错误的邪见的见解的外道 现在想破失印的人修到这里深受想行 失印都破了 要破失印发生这种邪见 就变成外道 这非常非常可怕 如果发生这种的见解 实际上并不可能 但是他这个修行功夫 福报很大 会享受他的福报 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 他还是要堕落 因为他的烦恼并没有处 所以应当要知道 前面破失受想行 只是福祸 祸就是烦恼 把烦恼种子暂时扶住 不升起现行而已 万一一升起错误的见解 整个烦恼种子又升起来 又发生了 所以啊 如果没有断破 甚至不能了 如果是破五运的这个 旅程的次序来看 必定要到破失印 失印破除之后 才能够真正断烦恼 那个时候才能够消除烦恼种子 所以行印之前都是福而已 暂时扶住 所以如果失印升起这种邪恼 那这个烦恼就升起来了 是非常恐怕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一跟第二的不同地方啊 第一认为是也是本源 但是他看作是正常因 他只是建立正常而已 没有认为我能生一些 他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就是这个不同地方啊 要用脑筋去注意啊 在不同的地方 他是刚刚开 刚刚行印破了 失印刚打开来 刚看到这个失印 刚看到失印的时候啊 他就认为哦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真常 这个失印就是真常 第一 第一是这样 第二啊 进一步 第一步更严重了 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啊 我这个失啊 就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从我这个失声 第一第二不同的地方 就在这里 又善难之 从诸行空 已灭生灭 而已极灭精妙未圆 这是说明他心印已破 而失印刚刚显现 但是这个失印的精妙 还不到圆满的境界 就是他还没有没有破失印 下面就是说他生起了邪迹的执着 由此乐于外道 乐于所归 有所归一 至于身心从彼流出 十方虚空 在身面中 在身面中早既藏住 既或不生 一迷生灭 安住沉迷深圳皆得 世人之舵 常非常知 既知在天 存起叛逆 这一段啊 是属于第三段 第三段啊 他这个行印破了之后啊 要破失印 可是他一见到失印显现的这个境界 他就生起一种错误的见解 弱 假定 这个人如果他 对于所归 所归的就是指这个失印 以为行印已破呢 以失印为他所归的地方 认为这个失印啊 正是我所要归头依靠的地方呢 有所归一 他觉得前面行印已破 现在啊 就是失印现前 觉得这个是 正是我所归头的 是我所依靠的 自己就怀疑 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心理作用 就是从这个失印流露出来的嘛 彼 只失印 他现在啊 行印破了之后 失印现前啊 他生了一个错误的见解 认为 我 现在我这个身体 我的身心一切 就是从这个失印里面流露出来的嘛 前面第二啊 把失印烂为自己 认为自己 取为自己 现在这里第三啊 现在这里第三啊 把失印看作 这个正常的本体 而我是有三面的非常 认为我 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心理作用 乃至世间一切万发 都是从这个失印里面流露出来的 现在他脱接了 怎么脱接 跟失印脱开 心理的想法呀 跟失印脱开 认为失印是一切法的正常 那我一切都是从这个失印里流露出来 不但是我 死方虚空 贤即生其 尽死方 尽虚空 所有一报正报 一切万发 统统都是失印生起来的 贤就是尖 脱脏 这些死方虚空 一切万发 统统都是失印生起来的 基督其身所权流地 做真常生无生面前 就在这个 都能生起一切法的这个失印 都能生起一切法的这个失印 玄常流露出来的地方 基督其所权流地 就是指失印 这个失印他能够生出一切万发 基督其所权流地 以保正报山山佛大地 宇宙万有 统统都是失印生起来 那么这个失印就是真常 看失印为真常的身体 真常的本体 认为失印没有生灭 做这种的解释 在生灭中 早寂常住 它是虽然在这个一切万发 是生生灭灭 可是这个失印是不生灭的 生起这种的邪见 在一切万法生生灭灭当中 他老早就直接认为 这个试验是藏住的 是不生灭的 因此他呀 发生这个错误的见解 既获不生 亦迷生灭 既然迷惑这个 把试验看作不生灭的东西 实际上试验还可以破啊 实际破了 实际不就灭了吗 实际灭了 真如自信才能显现出来吗 可是他现在把实际看作长度 那是迷惑 迷惑实际以为不生不灭的东西 那么因此也迷这个一切生灭法 以为是从这个实际里生起来的这个错误 所以一迷生灭 同时也迷着一切法 他也是从这个实际里生灭出来的 这是一种错误 本来并不是如此 他这个安住沉迷 生圣洁 安在这种认为实际就是常住 沉迷于这种的错误的见解 生起圣洁 他这个圣洁就是认为就是如此 他固执 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 不能改变 所以生起这种的圣洁 他生起这种的超乎俗胜见解 认为是如此的话 世人之道 常非常之 这个人由此就堕落在常以非常的执着 认为 世音是常住 常的 而一切法从世音流露出来是无常的 所以本来不是常住 而直于为常住 所以叫做常会常之 那么他这个情况 既自在天 曾去叛律 这个自在天 我们现在顺着文字先解释 然后再来说明著家的问题 这个自在天应当就是指前面的摩西楚罗天 因为在古著里面 有显明的例子认为 这就是这个摩西楚罗天 最早的古著啊 就是属于这个资中 跟这个常水 资中红引禅师 跟常水子弦禅师法师 他们这两位的注解 都认为这个自在天 就是前面的大自在 认为这个自在天 就是前面的大自在 他这个认为啊 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这个注解里面这样写 自在天 以前不别 他说这里的自在天 跟前面的摩西楚罗天 没有个别 是相同的 这是第一段说到 第二段又说 自在天 自首罗也 他在第二段的注解里面说 就是连着这个文字连一下来 后边有一段又解释说 自在天 自首罗也 他说这个 这里所说的自在天 就是前面所说的摩西楚罗天 前记他从我生 今之我从他起 道理很不明 他说前面第二的职机啊 是认为啊 我能生一些 他指万法 这个我就是我的适应 这一些办法都是从我适应 以生起来 他这个第二的我就是适应 跟适应打成一片 现在呢 跟适应分开 第三 跟适应分开 怎么分开呢 今之我从他起 现在第三的知足啊 我这个身体 身心 从他适应生起来 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心理作用 那时间一切万法 都是从适应生起来 我从他起 顾云记自在也 因此之故 叫做他直记 以自在天 成其伴侣 这是 应当是最正确的注决 之中红颖禅师是唐朝人 唐朝末 他最早注决的 楞严经 他对于这一段 就是这样解释 后来 宋朝的 长水子玄禅师 注决这个 楞严经 艺书注经 就是楞严经 艺书 艺书里面 他沉着之中的说法 他认为这样对 所以 长水之中的说法 完全是认为 这里所说的 自在天 就是前面的摩西主罗天 是同一个人 只是执着的方式不同 前面的执着 是我就是事 我就是摩西主罗一样 能生一千 这里是说 是另外 是好像自在天 我这个身体 身心 好像是一些万法 就是有生命的 所以 现在这里是事跟我分开 分成两个 所以这个自在天 还是前面的摩西主罗 我们下期见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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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洛尔段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增福手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日夜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那么清静尊圣应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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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诵一遍 能消除十恶所生罪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開启时间 我以前在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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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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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而且